眼前这辆出了大事故的保时捷911 是你可以不到9000美金的价格购入的 从视频来看 车子的损毁情况非常严重 右侧的冷凝器已经完全脱落 后轮的支币也已断裂 轮胎彻底变形 更令人震惊的是左前轮的状态 轮胎几乎只剩下了轮毂 其余部分似乎完全消失在事故中 很难想象车子经历了怎样的撞击 才变成如今的模样 不过车内情况稍好一些 只有一侧的安全气囊爆开 这么严重的事故却只爆开一个气囊 让人不禁疑惑这辆车的安全系统 镜头缓缓转向车子的后端 相比前方的严重损坏 后部的状态要好很多 只有右侧有明显的撞击痕迹 根据这些损伤判断 车子应该是被后车追尾 导致车辆失控旋转 随后车身各个部位都受到了严重损伤 尼克决定将车子升起检查底盘情况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变形的防尘罩 不过让人略感宽慰的是 底盘的损坏相对轻微 仅有几处轻微弯曲的痕迹 这主要得益于底部的防护板 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 底盘的损伤或许会更为严重 经过一番检查 尼克对车子的整体损坏有了初不了解 接下来他打算尝试启动车子 但这个决定让他倍感紧张 因为当时购买这辆车时并没有钥匙 从购路到现在 引擎一直未能启动 如果引擎也有问题 那么整个修复计划 可能就此宣告失败 尼克决定联系员车主寻求帮助 幸运的是 车主手上还有一把备用钥匙 并且钥匙已经在邮寄的路上 这个消息让尼克和他的兄弟松了一口气 他们决定在钥匙到来前 先拆除损坏的部件 凭借多年的维修经验 尼克能够迅速判断哪些零件可以修复 哪些必须更换 兄弟俩小心翼翼地拆下每个螺丝和卡扣 尽量避免进一步损坏车身其他部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 尼克拆下了前灯和一子板等部件 整个过程十分顺利 直到车子的前灯完全暴露出来 从表面上看 车子似乎还算完好 但尼克心里非常清楚 只有等钥匙到来后 才能最终确认发动机是否完好 几天过去了 尼克和他的兄弟一边继续拆解车子 一边焦急地等待备用钥匙的到来 每拆下一个零件 他们就离真相更进一步 但也离可能出现的坏消息更进一步 终于某天 游地员送来了一个包裹 尼克的心情既激动又紧张 当包裹打开的那一刻 他们意外发现里面竟有两把备用钥匙 尼克迫不及待地准备启动引擎 他迅速连接移动电源 准备揭晓谜底 然而引擎启动时的声音并不理想 听起来像是车轴在相互撞击 这对尼克来说是一个糟糕的信号 他立刻将车子再次升起 仔细检查引擎和传动系统 果然问题出现在传动系统上 原本离合器上的防护罩不见了 这意味着车辆在事故中受到了巨大撞击 尼克意识到继续尝试启动已经没有意义 他决定拆下变速箱 看看是否能修复 尼克和他的兄弟合力将变速箱拆了下来 结果发现变速箱的一侧严重受损 屡之外壳已经裂开 显然这辆车在事故中受到了猛烈的撞击 为了尽快修复 尼克驱车几十公里前往配件厂 购买了一个全新的变速箱 此时尼克感到有些后悔 他回想起当初在网上看到这辆车时 只是从外观判断了车损情况 并没有考虑到传动系统可能存在问题 当时这辆车的价格看起来非常划算 如果他早知道变速箱损坏 也许他会选择那辆2000美金的车 那辆车不仅损坏较轻 而且行驶里程数也更少 现在尼克花了1500美金购买了新的变速箱 让他感到这笔交易不太值当 修复事故车的确风险巨大 没有丰富的经验很难处理 尼克买来了新的变速箱后 兄弟俩继续拆除剩余损坏的零件 他们对车子的受损程度依然感到震惊 实在难以想象这辆车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撞击 终于所有损坏的部件都拆了下来 尼克开始安装新的零件 他们首先安装了新的变速箱 对于经验丰富的他们来说 这并不算太难 很快变速箱就安装完毕 但此刻兄弟俩的心情无比紧张 他们不敢再轻易尝试启动引擎 因为一旦再次出问题 这对他们将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但尼克最终决定勇敢面对 他坐进驾驶室 深吸一口气后启动了引擎 幸运的是 这次引擎顺利启动 震撼的声望瞬间传遍整个车间 几天来的紧张和焦虑终于得到了释放 尼克兴奋的像个孩子一样跳了起来 对于这样一个小作坊来说 一次修复失败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财务损失 他们本就资金紧张 一旦投资失败 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无法再购买新车 而这次修复他们投入了很多 甚至连轮毂都是全新的 很显然 尼克和他的兄弟为这辆车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现在他们已经更换了所有的轮胎 接下来他们打算撕掉车身上的绿色车衣 这是原车主在购买时贴上的 有人调侃说 要想生活过得去 头上必须带点绿 原车主似乎将这句话贯彻到了车上 但无论是否出于玩笑 这抹绿色确实不如车子的原色好看 于是尼克和他的兄弟花了两天时间 将车上的车衣全部撕掉 但随之暴露的是更多的问题 车身上有许多凹痕 甚至连之前的逆子也开始脱落 如果全部换成新的零件 这将是一笔巨大的开销 为了节省预算 尼克决定自己动手修复能够修复的部分 他先用打磨机将表面的车漆打磨掉 然后用工具把凹陷的部位拉平 当凹陷修复完毕后 他又用打磨机将表面处理得更加平整 接着涂上了一层新的膩 等膩子干燥后 这些凹陷的地方终于修复完成 而对于更严重的凹陷 尼克决定使用玻璃纤维来填充 玻璃纤维的硬度比膩子更强 这样能够避免时间长了膩子再次脱落 尤其像之前车身右侧四分之一面板那样的情况 尼克继续修复另一侧的四分之一面板时 订购的零件终于到了 这些零件并非全部都是新的 其中有不少是二手件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维修成本 尼克只有在找不到二手部件时 才会选择购买全新的零件 这也是他控制预算的一个小诀窍 目前到货的零件只是冰山一角 接下来他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让我们拭目以待 路特斯虽然在我国的名气并不算大 但是在很多年前 他可是与法拉利保时捷齐名的豪华跑车品牌 自打1948年第一款路特斯汽车出现开始 他就以轻量化高效率为性能标准 打造出了很多优秀的车子 不过到了90年代中期 这个来自英国的跑车制造商差点破产 尽管后面几经易主 但公司还是没有什么起色 直到最后伊丽丝的出现 才彻底扭转了这个局面 这辆车简直就是一个技术奇迹 它让路特斯重新回归到了轻量化的老本行 填补了跑车市场的空缺 它的造型非常华丽 外观上充满了未来感 而且全车重量仅有725公斤 内部搭载的1.8升的发动机 能给它带来足够强劲的动力 0百加速仅需5.8秒 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126英里 而且在操控上手感也非常不错 整体的价格也很清明 可以说是非常划算的一辆跑车 这次希望车厂就接手了一辆伊丽丝 它的主人名叫沙拉 之前是一家印刷公司的经理 曾将他对这辆车爱不释手 但后来有一次开车出行时 车子出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 导致他和家人都受了伤 从此之后这辆车就被一直封存在仓库里 沙拉再也不想看到他 而这次向大强发出求助的 则是沙拉的父母 两人虽然也是当年的受害者 但却非常喜欢那辆车 二老也能理解女儿的心情 在车子没出问题之前 沙拉曾开着他到处跑 逢人就炫耀自己的车子 这说明他还是非常爱车的 其实原本二老打算自己动手翻新 完成后送给女儿的 但不幸的是沙拉的父亲被查出了癌症 目前正在专注治疗 而更雪上加霜的事情 是正直壮年的沙拉也患上了癌症 这个消息就如同晴天霹雳 让这个家庭的负担更加沉重 现在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沙拉的脊柱 渐渐地他将无法活动 为了给沙拉的生活带来一些鼓励 大强决定帮他们这个忙 如果挡住眼前这台车的车标的话 你会不会以为他是一辆法拉利呢 其实这辆车是一台莲花伊丽丝 此前一直放在车库里吃灰 小强检查了车况之后 就和大强一起装车将其带了回去 当他被放在起升机上接受检查时 出现了让两人震惊的一幕 那就是这辆车的底盘太完整了 橙色就像是新的一样 不过两侧悬架的情况 可就没那么乐观了 由于车子的此前出过事故 所以整个悬挂系统都受到了很严重的冲击 很多金属感都扭曲了 车子受损非常严重 看来这次的维修会非常麻烦 在开始拆车之前 小强先给车子加了点油 测试一下这辆跑车还能不能正常启动 没想到过程出奇的顺利 发动机的状态非常好 可以说是一打就着 排除了这个大问题后 接下来车厂的重型 就是车身的喷漆和底部的悬挂系统 小强用高压水枪清洗车身 从视频里我们可以看到 表面的油漆非常失败 稍微用水一冲就掉了 看来最后必须得在喷漆上下工 趁着大家在拆车的时候 大强驱车来到了当地路特斯的底部 他要给伊丽丝买一套全新的悬挂系统 不过从两人的对话中我们得知 人家并不会对个人出售车身套件 灵机一栋说自己肚子疼 想借用一下厕所 然后趁着员工不注意 直接溜进了路特斯的制作车间 这里有一千名员工在工作 混在其中还是非常容易的 经过一番寻找后 大强总算来到了最核心的地方 这里算是路特斯的经历场地 如今却被大强轻松摸进 还了解到了关于悬挂的关键信息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提前商量好了 不然大强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地方 如入无人之境 与此同时在车厂内部 小强拿出了一瓶蓝色液体 这种液体是一种很灵敏的指示机 一碰到汽车尾气就会变黄 它把试管和进气气管连接 如果里面的颜色变黄 那么就说明车子的气缸垫有问题 或者气缸本身出现了裂缝 将废气排到了冷却系统里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 车子运转的一切正常 蓝色液体也没有变黄 车子不仅仅是一个逮捕工具 更是能让我们落泪的伙伴 这辆莲花跑车如今已经焕然一新 这些都离不开希望车厂的帮助 它的发动机被修复完成后 接下来小强开始拆卸悬挂 这部分很多零件都报废了 就比如它手里的传动轴 还有后面的控制臂 处理起来还是有些麻烦的 它打算等全部拆完之后一起翻新 另一边大强也从总部回到了工作室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 它开始对车身套件进行修复 其实操作的过程非常简单 因为这些套件的外表 全都包裹着一层厚厚的胶衣 随着时间的推移 胶衣也会慢慢的老化开裂 大强会用打磨器 把表面的裂缝全都打磨掉 这是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的玻璃纤维是黑色的 而表层的胶衣则是粉色的 接着它会用特制的修复高涂在表面 等到风干后一打磨 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车子也会变得和新的一样 正当大家忙得不可开胶时 莎拉的母亲过来车厂待发 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经过这段时间的化疗之后 莎拉的身体恢复了许多 但仍然不太乐观 看到女儿的车子被修复得那么快 她表示还是很欣慰的 与此同时在喷漆车间 有员工正在对车身套件进行喷漆 这次的主要颜色还是白色 要尽可能地把车子还原成最初的模样 送走了莎拉的母亲后 小强要对发动机进行处理 这事有些人可能会好奇 之前的发动机不是好好的吗 为什么现在还要处理 其实这算是一种保养 这个发动机用了很多年 上面的橡胶皮带早已老化 还有一些关键的零件都生锈了 如果不进行更换的话 那么这个发动机也是用不了几年了 等发动机修复得差不多后 小强开始处理车子的悬挂系统 这些全新的零件 都是大强从路特斯工厂拿到的 他们对车子的操控至关重要 小强很快将他们组装完成 然后又装上了一套新的轮盘和制动机 现在这辆车已经修复完成 众人把所有的零件装上去 然后对纯白的车身进行了简单的改造 在中间加了两根黑色的条形贴纸 接下来就可以交车了 这次大强选择了一个坦克博物馆 两人先用纸壳子做了一个假坦克 然后把车子藏在了里面 而莎拉和她的男朋友在家人的引导下 一同来到了坦克仓库 当他们看到那辆纸壳子之后 大强也趁机站在了她的旁边 这时她就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纸壳子里面的路特斯也开了出来 虽然这辆车并没有多么豪华 但对于莎拉来说 无疑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精神鼓励 让她在和并魔的斗争中坚持下去 谢谢 真的 这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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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